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自己尽可能拥有更多的财富 但总是那么一些人 无论怎样努力 都摆脱不了贫穷的困境 终其一生都碌碌无为 事业没有起色 财运平平 有的人会让大师帮自己看向 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发财 那么今天来看看富豪才具备的六种好手向特征 一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 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 表示这类人非常有商业头脑 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 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 狠人利用一切机会招财 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 加上这类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的节省 因此中年后可以存有一笔财富 二 男人手中钱财文多 财库多 什么是钱财文 什么是财库 钱财文也称为理财文 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 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 代表着财望钱多 一生有花不完的钱 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 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 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 这些形状为财库 代表着财富 所谓的钱财文也是理财文 是小拇指与无名指中间的斜线 这些线越深越多 就代表男人的财气比较旺盛 一生能够赚很多财富 而财库就是手中相互交错的线 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 拥有的越多 说明财库越多 这代表着财富 有这种手相的男人 金钱方面很充足 也能够遇到很多好运气 自然而然成为有钱人 三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的男人财运较好 他们的财运事业基础好 爱动脑 肯努力上进 做任何事情都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因此 无论成就大与小 他们都是有成就的 他们也是大富大贵行 自己有赚钱的本能 同时在求财方面比较容易 因此 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 有这种手相的男人 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 容易成为有钱人 这种手相的男人一生的财运都不错 事业上会做好铺垫 平时很勤奋 也知道努力拼搏 遇到了任何事情都坚持不懈 因此 不管他们将来会有大成就 还是小成就 总归都是有成就的 他们属于大富大贵的类型 有很强的赚钱能力 赚钱特别简单 不会为了金钱而烦恼 四男人财运前深植 在手相中 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 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 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 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深植 有力 甚至有的人是多条深植的财运线 代表着钱财运好 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 从手相上面来看 在小拇指的根部有水星丘 这里有一条竖线是财运线 它代表了一个人 财运是好还是坏 如果男人的财运线很深很直 或者拥有很多条财运线 说明财运会越来越好 成为富甲一方的人 五男人穿自行手相 穿自行的手相 这种手相 一指手掌中的三条主线互不相交 所形成的 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 事业心比较重 悟性高 直觉好 因此 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 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 事业平步清云 财运才会越来越好 因此 这类男人不缺钱花 在外人看来 也是最有钱的 当手掌中的三条主线 相互交错 形成了穿字 说明这种男人 有着很强的事业线 同时也有很高的悟性 在事业上面取得成就 能够平步清云 成为上层社会人士 当事业运势越来越好 财富也会越积累越多 极有可能成为顶层贵族 六 手掌掌纹成男行 事业线自手腕处 开始向上延伸 一直穿过智慧线 到达感情线 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 形成一个鞋的男行 由此首相的人 有着很强的事业心 拥有远大的目标 会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努力付出 因此往往不到四十岁 就能够功成名就点名利双收 假如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 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 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 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或者是事业的方向 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 七 水星秋红润而隆起 水星秋位于小指的根部 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点社交 与商业头脑 水星秋生得红润 且向上隆起的人 不仅在商业方面 拥有绝佳的才能 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 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 只要努力肯付出 便能赚得大笔财富 此外 这类人的交际手腕也很棒 应变能力很强 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 更容易成功 从而获得丰厚利润 那么什么样的首相 注定贫穷呢 亦天生长有六个指头 首相学认为 首掌的形态 代表若人的先天运势 首掌天生破相 是很不吉祥的预兆 所以天生六指的人 通常会被相识断定 命运中充满坎坷 但从一些数据看 出现六指的情况 多是由遗传性的基因突变引起 在首相学中 天生六指的男性 通常在少年时期的运势较不好 不过只要通过积极努力 中年之后的运程 就会有大的改观 二五指粗色坚硬 疏漏见光 五个手指粗色坚硬 甘寿犹如枯枝 这样的人做事憨厚 生活上常常很艰苦 理想不务实 常常想着不努力 就能获取财富 或想着一下子中个大奖 心比较高 结局往往是大的理想 没有实现 小的事情又不愿意去做 导致自己两手空空 生活上变得贫贱 另外 如果五指并齐 处处疏漏见光 则代表着收入没有开支多 入不敷出 属于月光族 工资月月花光 所以它们容易贫贱 三手掌平薄 中心凹陷 掌丘是在手掌上突出或隆起的肉垫 称为丘或零 其形状有点像小山 故命名为丘 掌丘分为木星丘 土星丘 太阳丘 水星丘 金星丘 第一火星丘 第二火星丘等等 各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如果这些掌丘平整低线 分不出来个高低 整个手掌平平 该高的部位却低线 这样的人容易贫贱 一生容易从事基层辛苦类的工作 人生较默默无闻 简单的看法就是 将双手摊开之后 周围有肉 中部向下凹陷 有这样的手向的人 还能够获得一些财富 但如果伸开双手 手掌没有一点肉色 中间也是平的 这就是手向学中所说的 掌平薄 拥有这种手向的人 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财运 整日也是辛苦劳作 到头来 还是无法实现财富梦想 手掌受虚硬薄 平身出去 掌心平满无凹陷 这样的人先天体质较弱 不能胜任太重的工作 再加上财运较差 生活过得很辛苦 赚到的钱 能维持温饱就已不错 四 手向中的线浅且乱 如果手中的主线乱且浅 手中有很多粗粗细细 短短长长砸线 形成很多不规则的形状 这样的人内心善良 一生操心较多 生活上容易贫贱 即便有财富 也会优先让轻微成员用 自己在生活上则 比较节省 五 长色不佳 手指柔弱 手掌上长有青筋 看上去十分明显 气色 血色 也不是很好 这种人在生活中 极易破财 需要特别提防 今星秋暗黄的人 近期可能会有财产流失 痛注意 拇指柔软的人 亦因轻信而遭人利用 导致钱财 损失 生命线末端 呈现流苏型的人 年轻时 还有些钱财 但晚年 又会散财 失业线 呈现出暗灰色的人 性格上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待人处事 比较自私 很难保住到手的财物 六 食指 过短或者过长 食指较短的人 一般都没有强烈的上进心 和责任感 个性也较为消极 平时也是得过且过 对待金钱 态度淡漠 食指较长的人 生性顽强 有强烈的好胜心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 非常长 在人群中 会显出高傲的姿态 经常喜欢出风头 对于他人 也常摆出一副 以止气使 财大气粗的样子 这种性格往往使他们留不住金钱 七 首录清金 导文凸显 个人的手掌中掌有多条明显的清金 而且连续持续三个月以上 就要小心自身的债务问题了 这种情况可能是会使自己的金鉴 遭受损失 由下网上向中指方向 延伸的事业线上 有导文出现的人 往往会因为工作或事业的失败 而欠下累累债务 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末尾向后 延伸到了指缝 则表明他 无论怎么努力奋斗 积攒一生的财物 到最后都会进负东流 八 手掌中有烦恼线 所谓烦恼线 是指在金星秋 拇指根部 生命线内侧的部位 上出现了横向的细纹 呈放射状身向手掌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 生活过得较为辛苦 经常要为生计操劳 因此心境烦恼 如果烦恼线不超过生命线 表示在烦恼在内心 家庭生活很劳累 如果烦恼线越过了生命线 则表示烦恼由外界而生 在社会上做事很辛苦 生活境况不佳 正所谓富有富的道理 穷有穷的原因 人之所以贫穷 刨去命运与社会因素以外 大都与自身性格有关 要么贪图享受 好意勿劳 要么适才傲物 眼高手低 在遇到较大的挫折与考验时 必是难以应对 陷入困境后 无力自拔 因此想要过上好的生活 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 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 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 假以时日 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 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